中国网报道,湖南岳阳城管局局长原党组书记局长陈克祥受贿一案公开审判 受贿了200万,宣判了有期徒刑3年6个月 收受了高档酒,31瓶,不知道为啥呢 一查他,主动上交了175瓶,还多出来144瓶 你这咋回事 对不上诉啊,大哥 你这个 还自己掏钱买一点吗 还补上吗 还是喝了还是啥的 一交代说我喝了140多瓶 我给补上,你看这里算账吗 收收红包43万,高档酒31瓶 高档酒还是等,茅台等 上交了175瓶 算不清楚的这个账,都是谜啊